我猜 这不可能 你还好吧 没事 吃炼丹药就好了 抱歉拖累了你 这你收下吧 神丹 这么珍贵的丹药 我不能收 我是炼丹师 这种丹药还有很多 你放心拿着吧 我听说炼制人丹的材料很贵的 还好 聚宝阁可以 糟了 今天是拍卖会 我的天吟石 多亏你提醒 要不然我也忘记今天有拍卖会了 你是特意去买天吟石的吗 天吟石是修行三转金身第二转的必需品 凌姑娘呢 我只是想去看看热闹 对了 你叫我试试就好 不用那么客气 试试 好困 我还想睡 她又睡了一天 中途醒来吃了些点心 凌儿都三岁了 正该为修炼打基础 可她这么失睡还找不到症结 修炼皆人心险恶 我当宁愿凌儿当个普通人健康快乐就好 若云 我是担心 有一天她会一睡不醒 萧天 若云 我联系上几位名医 她们愿意为凌儿看病 不过 有一个要求 只要能治好凌儿 任何要求我都答应 萧天你别急 她们的要求很简单 不出外诊 需病人亲自登门 没问题 凌姐姐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何必见外 我们都是一家人 姑姑 慢点啊 爹当年 竟然这么义气风发 是 爹 娘 你们竟敢回我儿本元 拿命来 别废话了 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不会坑你的 传过烈戏 你 能不能行啊 非你的 我和盗林挡出火焰 我上 我 还我 那么大 机会来了 冲过去 相信我 谁现在 你们先进去找宝物 这里交给我 可是 老妖婆故意在这拖延时间 里面肯定有重宝 去晚了就没了 哎 这个财迷 你可别死了 放心吧 我和这位大妈 好好玩吧 你 你叫谁大妈 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得罪上古神圣的下场 想策吧 如星辰 好 那 你 太慢了 我的飓风剑芒 滋味还不错吧 脑痒痒还是挺不错的 你们男人 总是喜欢口是心肺 什么 孤丹之法万物为辱 能练剑丹 夺天地之在义 闹与行之精华 快成了 果然还是我的流金火焰更强 哇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眼日月星辰之灵 简单到莲花之灵 看 怎么会 海纳海船 收入天地 剑属归一 刘烈火焰准化了 收 竟然敢骗我 活腻了 我已经认输把蛋火送给你 是你自己练化不了 怪我咯 蠢货 别潇洒子 这颗星辰猪归我了 归你了归你了 反正我拿到的星辰猪也够了 六叶星辰猪 各凭本身拿宝物 这可是之前你说的呀 你 不就是星辰猪吗 我自己找 别气了 分你一株 谢谢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没听见就算了 小富婆 你这个皇族公主 怎么那么财迷呀 难道你们家快破产了 皇族是皇族 我是我 你知道我有多少兄弟姐妹吗 知道皇族竞争多激烈吗 皇族真乱 不准你侮辱皇族 我也是 что 我也是 不自然